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自己的学费 于是他在空余时间给理发店当洗头小妹 恩智身穿短裙 工厂里的男人每每会嘲笑他 是在上学还是在酒店上班 章鱼只要听到谁说妹妹的坏话 准会将他们揍一顿 日子过得还算舒心 恩智总会坐在哥哥的小三轮车后面 和哥哥去镇上 恩智喜欢玩药店门口的抓娃娃机 药店老板是镇上口碑和人缘都不错的中年大叔 人们叫他敏药局 镜头一转恩智来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 找自己先前隐藏好的衣服 化妆品之类的东西 却听到什么声音在溢污污 走近一看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蹲在地上挤背成糊涂状 用纱巾包着头的女子 恩智认出了她 这个女人叫李时恩 人们都说 这个女人是被鬼附了身 可预知到人是怎么死的 恩智不信这些 在攀谈中 恩智不小心碰到了时恩的头发 一瞬间恩智的死亡画面充斥在李时恩眼前 恩智哭喊着被一只胳膊拉进房间 满身是血 一个男人从床上走下 走到恩智身边 不断折磨与暴揍 恩智凌厉的哭声 令人压抑的光线 这一幅幅画面在李时恩眼前不断呈现 她惊恐的乱叫的 到了晚上张宇得知妹妹想辍学 生气极了 她将恩智锁在屋内 好让她反省反省 深夜屋内的恩智听到楼下 似乎有声音传来 她拉开阁楼的挡板 楼下的黑影也恰巧妄想恩智 她一步步靠近爬上阁楼 接下来的画面就是失恩欲知的画面 满身是血的恩智 不断地承受着侮辱和暴揍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玻璃外 一个小女孩静静地看着屋内所发生的一切 三天后找不到妹妹的张宇报了警 可警方却认为 这是小女孩闹脾气 不久就会回来的 回到家的张宇竟看到一个拱着背 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她屋子门口 直直地望向工作时操作的大水池 一个尸体咕嘟咕嘟浮出水面 这人就是恩智 恩智离其死亡 哥哥张宇也失去了唯一的亲人 他决心一定要查出杀害妹妹的凶手 由于一点线索都没有 张宇不得不借助能预知死亡的少女的力量 来追查真凶 并在追查的过程中盯上了小区内 平常人员和口碑都不错的药丁药师 敏药局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张宇却认定他就是那个家伙 于是开始24小时紧盯着敏药局 果然敏药局很快露出马脚 他的脚印与杀人犯相符 紧接着他与收租的女人游染后 收租女又离奇死亡 他正企图谋杀一名女学生时 被预知死亡的李诗恩看到 诗恩连忙打电话告知张宇 可不想诗恩一转头 敏药局就出现在了诗恩的眼前 电话被挂断 张宇意识到情况不妙 结合刚刚电话中诗恩透露出的零星信息 他在一个破旧仓口中找到了敏药局 两人迅速扭打在一起 这时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诗恩眼前不断浮现出张宇死亡的画面 他哭求着张宇不要打了 这样下去他会没命的 警方此时恰巧赶来将三人带回警局 张宇告诉警方 敏药局就是杀他妹妹的凶手 且有诗恩作证 诗恩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如果他继续帮着张宇寻找罪犯的话 张宇就会像他刚刚预知的那样离奇死亡 他不想看到这一幕 于是他对警方说了谎 警方听到证词后 与张宇结缘的警察不但暴揍了张宇 说他胡言乱语 还干扰警方做事 并把他关进了拘留所 敏药局无罪被放 临走时他向张宇承认 就是他杀了恩质 还放出了他凌辱暴打恩质的视频 这让伤心的张宇彻底崩溃 他挟持了一名警察 从拘留所里逃了出去 此时敏药局早已不知跑哪去了 张宇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 突然他意识到 敏药局的下一个目标 一定是知道他所有秘密的李诗恩 这时他看到墙上有诗恩 曾告诉过他的十字架记号 他一路跟随记号 发现途中还有些未凝固的血迹 他料定 只要跟着记号走 一定能找到敏药局 画面一转 镜头来到敏药局的童年 父亲是个残疾 妹妹秀智是个自闭儿童 看到母亲跟其他男人偷情 而被打死 当敏药局因为爸爸呼吸不正常 向母亲求救的时候 又被暴打一顿 被关到放妹妹尸体的房间里 当他从那个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不是进去的那个他了 当场把那对狗男女杀了 原来他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 畸形不健康的家庭 导致他的心灵不断扭曲 每当他看到不洁身自好 身着暴露的女孩 他的杀人欲望便无比强烈 此时的张宇来到一个 只有微弱灯光的半山腰的屋子面前 他穿过楼梯来到顶层 看到了被绑在床脚的施恩 施恩一个劲地朝他摇头 敏药局猛地从暗处冲出来 两人撕打在一起 张宇落于下风 被敏药局的戾气 不断地刺入腹部 施恩在床脚绝望地嘶喊着 突然 一双浑身泛白的女孩的手 拉住了敏药局的衣角 这个小女孩就是先前 恩智被害时 玻璃外站着的小女孩 也就是敏药局的妹妹秀智 敏药局即刻扭头 温柔地和小女孩攀谈着 可在张宇这里 他只能看到敏药局 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腹部的疼痛让他清醒过来 他想到妹妹的尸体 被泡在冰冷的水里 他就决定和敏药局同归于尽 张宇猛地爬起身 抱起敏药局的腰 冲向了楼梯栏杆 敏药局摔死了 秀智则也躺在了敏药局的尸体旁边 也暗示着施恩的预知能力 也随之而去 张宇带着施恩 把恩质的骨灰洒向大海 已是春天了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